今年夏天特別熱 不料日本民眾到海水浴場 躲過酷暑卻被咬傷 你沒聽錯 福井縣這座海水浴場 最近驚喘海豚出沒 8月12號就有兩名遊客被咬傷 而且還不是首例 跟同其他海水浴場 受害案例光是今年已經發生16起 是去年的整整三倍 受害民眾展示被咬傷的部位 依舊驚魂未定 一般人對海豚的印象 應該是這樣 順便有注意到海豚的110顆牙齒 其實很鋒利 專家仔細研究畫面後發現 近期發生的海豚咬人事件 有一個共同特徵 為了防止類似意外再度上演 海水浴場準備了防海豚發信機 但專家質疑這類器材 可能治標不治本 想到海邊小鼠又不被海豚攻擊 人類與野生動物最好保持安全距離 才能盡心而歸 陝影新聞 宋航報導 為了防海豚 海豚